但問題是你剛剛調回到另一個問題 53.1 近期可能上星期是4000才去追 幾錢吃糊 其實53.1賣 即是你買入的時候 不會想定一些什麼目標價 我們都會想 以及分清楚自己是短炒部署還是中長線 中長線是沒有問題的 你繼續拿著 53.2那些位置 有個不錯的回報在 一成左右有機會 但就不是短時間內 甚至定一個止瀉位 51元左右這些水平 10天線出賣 上個星期那幾支羊竹一次過失復了 沒有了 那你是應該走 但你53元那些位置買得 你預算是中線部署 短線就真的沒有什麼肉食 你將上星期五那些低位失手買的時候 整個星勢結束了 通到頂部開始會落 我們剛剛說做個健康調整 示範51、52有多難 所以你做短線部署 我只能說隨時有機會落斜 那什麼時候落 從來短線部署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落斜位 純粹只是看走勢而已 所以我覺得根本就不適合做短線部署 那些53元買 如果你做短線部署 既然你都不適合 那現在又有錢賺 那就吃個護線 但你問我的話中線角度上 可以捱的 最簡單其實真的是做 這刻開始 那它再多夾一點的時候 就走了它 落一點就做結權金了 但當然我都明白 大家有些不懂做option 那就更加之難玩 所以今年這個事業是難玩的 但是拿回控 我覺得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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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煩惱的 如果你53.1買 你預了敗 敗也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是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我會想蝕糊的 我會想蝕糊的 嗯